好 回來之後我們來看這個強人川普2.0 他的這個用人內閣逐漸公布 那果然也很川普style 他提名了小蘿蔔甘乃迪出任他的衛生部長 而這個人呢最有名的 他是美國頭號的反疫苗 疫苗陰謀論者 所以消息一公布 你看到莫德納 輝瑞 Novavax 全部股價大跌 跌到6%左右 你就知道什麼概念 另外他的房長呢 這位前福斯主持人過去談的話 都被一個一個抓出來 過去他還是當主持人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叫美軍根本打不過解放軍 然後解放軍呢 只要15枚高超音速飛彈 20分鐘可以滅掉美國的10艘航母 這個也很有圖像性 所以被抓出來 今天各媒體都拿這個當作標題 非常的吸睛 我問一下這個院老師 你怎麼看他的這個用人的這幾位 我跟你講 我看到川普用人 簡直是一塌糊塗 都不知道怎麼講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還是不懂 我真的不了解 這很川普風 對對對 這個羅伯甘納迪的話呢 他本身呢 就是找一個反疫苗 而且他是懷疑 懷疑這個疫苗底下有陰謀 其實我覺得他都是有目標的 有目的的 覺得羅伯甘納迪才是故意讓你注意到這個事情 因為他其實要解決的是美國的製造業的 尤其是藥業 製藥業 他就要解決這個問題了 然後先搞一個人亂七八糟 然後這個川普本身用人的話呢 不行就換嘛 他也無所謂 他有一大堆要酬庸的這個 然後呢 這個 華國安部長的海格賽斯 他一杯任命 你為什麼要講夢夜啊 因為他跟那個五角大陸 然後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他來了 這樣可能反而沒有包袱啦 他要把那些 就是去大清洗啊 叫做報告總統 叫什麼 我這個名字 覺醒將軍 我不曉得覺醒將軍是什麼個決心法 他把全部趕走 然後川普講說 這個美國在從阿富汗撤退的時候 當時任的將軍全部要趕走 那這個人的話呢 他本身要幹的事情 大概就這件事情 另外我講川普兩個例子 非常荒唐的 他用那個什麼國中安全部的那個Nome 那個女的 South Dakota的那個州長 那個女兒是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說中國對付美國的計畫 已經搞兩千年了 我說這個腦袋 我都不曉得 我真的笑都笑不出來 另外像那個Gate 現在就是 殺狗 她還殺狗 Christine Norm 她自己承認她殺狗 而且在書裡面公開寫 那這個國部長是十年沒洗手了 他自己 對 他講過 也是麻煩一大堆 那另外這個有個Gate 他在做那個什麼 美國的什麼 Attorney General 就是說中檢察長 是不是 自己本身案子一大堆 然後馬上辭職 然後現在 我不曉得 那個中議員 中議員 他把那個麥卡錫給搞下來 對 不是 他到底現在通過了沒有 通過 司法部長 司法部長 不過這個好像要經過 要經過參議院的投票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川普也就警告一下 就是說你們參議員 要乖乖聽話 結果他用人的這個邏輯 我跟你講 川普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反制的 除了馬斯克 馬斯克是過度聰明 等一下 馬斯克現在話來伴隨他 我們待會兒會談到 對 這整個內閣的人士 就是沒有辦法談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總是覺得說 美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國家 我們兩個這麼聰明 都在美國訓練的對不對 那現在內閣就去搞出這些人 每看一個 其實我講的只是 略舉其牢牢大端者 荒唐的事情太多了 真的一個一個來講的話 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講 那個包含盧比佑本身來講的話 也都是這種變來變去的 我自己覺得還有他那國手 安卓鵬 那個叫什麼 那個移民官 邊界 邊境官 對 做那個邊界 他本身 那個也是 人家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邊界撒謊 人家講說 你是不是要 Deport就把他們趕走了 所有的這個非法移民 他說對 沒錯 那你會不會要拆散一些家庭 他說對 也要拆散家庭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 他說把全家一起趕走 對 講這種話 或者這個 就是說他目前公佈這些人事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都蠻精彩的 所以跟川普感覺上 我覺得其實也剛剛好 不是嗎 這個綁在一起 所以一個一個看下去 當然啦 那接下來撬動很多很多的 像這個財經的部分 我還是問一下亮哥好了 這個川普勝選之後 美元的反彈就非常明顯 那非美元貨幣大幅貶值 歐元也好啊 亞幣也好啊 等等 你看到都是不斷的創 創這幾個月來的新低紀錄 台灣人最喜歡去的日本 日本兌美元 這兩天又是甜甜價 韓元也是一樣啊 那韓國據說非常緊張 所以進行了口頭警告 24小時聯合監控市場動態 那當然還有美國財長出來講話 如果川普真的兌現承諾啦 包括關稅啊 包括他驅趕移民啊 未來通膨可能會突破 2022年以來的新高峰 40年來的新高 美國40年來最大的通膨來襲 還包括接下來亞幣也好 全世界主要貨幣的走向會是什麼 川普還沒上任嘛 那因為他要減稅 那減稅大家就預期股市會漲 所以那個外來的資金就會進美國股市嘛 所以美元是因為這樣漲的 那目前已經漲到107嘛 可是川普上任之後 因為他要增加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嘛 然後他要降低美債的負債 所以他一定會要讓美元貶值啦 他就是要亞幣升值啦 那當然中國大陸會抗拒 可是這一波升值 中國大陸算是升的 就貶的比較少了 那日幣 日幣已經貶到156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1月20號明年他要上任嘛 那上任之前是漲的啦 美元是漲 因為大家預期他要減稅 那他不只減稅啦 他還要減少聯邦開支嘛 就是馬斯科要進去砍掉兩兆嘛 對不對 那這些都有利於就整體啦 聯邦支出少嘛 那這個就是 就是美元的一個短波的利多啦 那可是 真的懂這個的 懂川普的人啊 就知道在1月的時候 就該有預警了啦 我認為他一定會讓亞幣升值啦 為什麼呢 因為貿易力順差實在太大了 你去排名嘛 第一名叫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 這個貿易順差 我們現在只用他們 美國海關的紀錄啦 我們統計的是去年9月到今年8月 美國海關的紀錄 他一定以此為準啊 你自己公布的他都不認啦 那他公布的資料 中國大陸貿易順差 是2830億 排名第一 那排名第二的是墨西哥 墨西哥1610億 那排名第三的是越南 1100億 那接下來是德國 愛爾蘭 日本 那接下來就是台灣跟加拿大 我們台灣 據美國海關統計 650億 貿易順差 我們極力否認啊 我們出來講說 沒有啦 只有400多億啦 他不管你啦 那他就貼一張 站到了辦公室前面 每天盯著看 你知道 那你有沒有匯率超重 我跟你講 明年就來了啦 我們台灣匯率超重 是一定重的啦 對 一直在上面 因為那三個標準 選兩個嘛 我們一定重的 因為你要那個 你那個順差超過 那個200億 我們一定超過的 那超過你GDP的2% 一定超過的 那第三個就是 你中央銀行有沒有動手腳 這個我們央銀行一定否認 可是前面兩個你都過啊 跑不掉 所以川普上任之後 貨幣大戰又要開始了 他一定叫你升職 對 逼升職是最快的方式 對 逼升職 那我認為第一個 腐軟的一定是日本啊 韓國啦 台灣啊 那中國大陸會抗拒 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貶值升職 他各有利弊啦 因為他也在發展 內需跟消費市場 對 所以他也不能太貶 那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中國的體量夠大啦 中國大陸比較麻煩的問題 其實我認為 剛剛講到他的內閣啊 真正的厲害人物就是那個商務部長 萊特海哲啦 那才是玩真的啦 然後即將接著那個財政部長 那個貝森特 我跟你講 如果說有理性的就是這兩位 連馬斯克都沒啥理性 馬斯克不在內閣裡面 只是一個叫做顧問 可是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 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沒有把他其他的 都放在眼裡啦 比如說你盧比爾要跟王毅吵架 王毅也不一定會吵輸你啊 對不對 他們真的在注意 萊特海哲第一個出手 要科中國多少稅 所以你看他那個財政部長 藍佛安 他不願意公布 財政刺激消費的規模 他要等你出手 所以他這個1月20號之後就會出手 那中國大陸大概在 三月兩會左右啦 就會決定他的規模 那如果 因為萊特海哲現在都在嚇你啊 他說我一上來就增60% 那怎麼可能啊 你怎麼可能增60% 中國大陸現在出口到 美國是5000多億耶 你如果增60% 那美國物價一定上漲 對 通貨膨脹 對不對 那川普也想到這一點 所以我跟你講啊 他那個財政部長也很厲害 那財政部長現在已經在外面演講 說他有招可以不要通貨 就是讓石油啊 原油價格從70塊跌到45塊 他做得到喔 他要美國的頁岩油跟石油增產 他要求每天增加300萬噸 挖呀挖 美國現在啊 他一天1300萬桶 已經超過沙烏地阿拉伯 現在世界第一 也超過俄羅斯超過沙烏地阿拉伯 他明年還要再增加一天1600萬 他就是要把那個油價打下去 那一方面讓俄羅斯痛苦 讓沙特痛苦 那他的通膨壓力就會被壓下去 因為糧食價格是盯著能源價格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該有的招數他們都想到了 就知道說這個對中國爭很高的關稅 那通膨就起來了嘛 那我就要讓油價打下去 那可是有沒有效不知道 所以他這個整個政府就是在賭博啦 對 其實其他的內閣喔 基本上都是一群流氓啦 我跟你講這個是帝王術啊 帝王術就是說 我就是要改體制的 所以我找體制外的人 所以我找體制外的人 第二呢 這些人都有一些缺陷 所以如果不是我 沒有人要用 所以他們一定百分之百忠誠 該砍了就砍 遇到柏勒啦 對 就是這種人喔 比如說那個國土安全部長 南達 South Dakota的州長 那個州只有九十三萬人 很小的一個州啊 他公開演講啊 他說我殺了我的狗 對 因為那個狗沒有辦法訓練 對 很危險啊 我就用槍把他斃了 然後他就說 我認為拜登的那隻牧羊犬 也該把他斃了 因為拜登那隻牧羊犬 曾經做態要咬一個記者 你看這個女的多可怕 所以他就是協助要執行 驅逐非法移民的 對 為什麼需要國土安全部 因為國土安全部 工作人員有二十五萬人 那跟那個邊境撒謊 兩個人合作 Homan 那個Homan啊 他說了 一年 我們第一年先設定一百萬人 那我跟你講他設定的啊 就是Chinese 還有Latino 那這些人坦白講 都住在特定的社區裡面 對不對 那白人跟黑人都沒有關係啊 所以白人黑人都會說 好啊 所以他民調會衝高啊 他們都算過 可是我跟你講啊 你進入社區執法 這個不用 不用法庭認定 抓了就趕走 所以為什麼要用那個瘋子 來當國防部長 因為國防部要提供軍事基地 暫時拘留中心 所以這個是連環套的 連環套的 所以都需要敢當流氓的人 所以我跟你講啊 他接下來就是內戰邊緣啊 這個是像之前 我有跟你提醒過 而且我跟你講那些社區啊 你以為社區的人不會保護自己啊 那非法移民社區 我看大家都去買槍了啦 你以後就準備看到 在社區裡面發生槍戰 就是這樣啊 然後川普 不是川普啦 那個 那個移民 移民官啊 還說啊 如果我們的 國土安全部的人 還不夠力啊 國民兵進來協助 國民兵就是 為什麼需要國防部 就是這樣 不可思議喔 對付非法移民 像對付這個犯罪一樣喔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美國接下來 想起來讓大家不寒而栗 內戰邊緣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大膝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雙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軟 bind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